許多皮膚科醫師都認為 造成掉髮的原因是過度使用洗髮精 因為洗髮精有防腐劑與介面活性劑 會傷害毛囊讓毛囊活躍度降低 日本美容醫學醫生宇姬慕隆依認為 減量使用洗髮精可以讓生髮細胞恢復正常運作 長出更強韌有力的頭髮 關鍵是如何減少洗髮精使用量 還能將頭髮洗得乾淨呢? 首先,洗髮前用梳子梳頭 可以將部分灰塵油垢梳掉 將頭髮梳順,避免打結造成扯落頭髮 其次,先用按體溫差不多溫度的溫水沖洗頭髮 熱水溫度高,髮質會變得過於乾燥 室溫就可以沖去頭皮和頭髮油垢 要注意水柱不要太強 當心水擾亂了頭髮,反而造成頭髮打結 第三,用指腹輕輕按壓頭皮 不要用指甲 頭皮受傷發炎會造成落髮 只要注意這三件事 就能夠以最少的洗髮精將頭髮洗乾淨 不正確的吹頭髮方式也經常讓我們大把落髮 正確的方式是 首先,先用毛巾把頭髮整個包起來 越乾就越能縮短吹風機使用的時間 可以按壓並微微敲打 讓毛巾充分吸收頭髮的水分 其次,用吹風機吹頭髮時 先把頭髮舉起來 從髮根開始吹 這樣頭髮會乾得更快 接著溫風與冷風交替 距離頭髮約15公分 而且不要朝同一個方向集中吹 基本上只要頭皮乾了 髮尾還有一點點濕就可以了 試試看,真的可以更快吹乾頭髮 而且真的用更少洗髮精 頭髮一樣清潔溜溜